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影片用来引导学生破解烟品与电子烟的迷思及各种行销剂俩 了解烟品对身体的危害而勇敢聚烟 这是国建署吸收专家学者合作 编制的国小高年级学生烟害防治教材教学包 培养学童具备烟害防治知识能力与态度 我们建罗署以及教育部的国教署 就是要即将在全省的各个国校 来对于高年级的学生启动一个烟害防治的教学 大家知道对于青少年的保护 是我们烟害防治最重要的工作 可是近年来我们的烟商就用种种行销的手法 以青少年为目标 希望在他们人生的早期就开始建立各类的烟品 或者是烟烟品 因此对于青少年他们在烟害防治智能的提升 以及他聚焉能力的加强都会是人属以及教育部共同努力的目标 但我们在过去已经针对了高中生以及博中生 研发了各种的教学的教材 那现在在今年开始 我们就委托了国内著名的出版社 就是久乐文创以及教育部所推荐的专家们组成了团队 那共同研发出这一本是针对国小高年级的一个教学 包括一本教师手册 那我们希望能够透过烟害教育的向下打根 能够让我们国家未来的主人公能够更有能力在他们的人生的过程当中 来拒绝烟害对于健康的毁害 在教育的论度上 吴万福老师带着学生 从认知情意技能这三个方面来发展 从认知的基因到愿意不使用愿意 往到确不确的能够实践不使用愿意 而且这个都是我们教育或是需要引实努力的目标 这是第二届 也要跟多一届 那今天非常高兴 这个我们国庆祖跟我们的主体剑部长团发展成这样一个教材教案教法 然后让我们的学生能够在认知情意技能方面能够落实 然后把这个居烟 包括电子烟的所有的居烟尝试 愿意居烟 落实居烟 第一个单元会从传统的烟瓶介绍起 那它的一个对我们身体的危害 以及我们怎样来了解这些 从传统烟瓶到金星烟瓶 或者是类烟瓶等等这些 再第二个单元 那第三个单元 刚刚我们主妮有提到 我们怎么样来迎变 这些烟瓶他们要促销的这些的技巧 那我们在第三单元就教导孩子批判思考的这样的一个步骤 以及这样的一个能力 那第四个单元就是具体的技巧 怎么样在同侪或者是相关的其他人 在提供烟瓶的时候 我不会来拒绝 那第五单元就进而能够影响自己的家人 在家庭里面 针对有吸烟习惯的家人 倡议怎么样来聚烟 提供相关聚烟的资讯 大多数吸烟者是从儿童或青少年开始接触 并未意识到吸烟的风险和尼古丁的诚意性 教材透过生动的影片趣味设计 引领学子认识传统烟瓶 对吸烟者自身及他人的危害 拥有批判性思考察觉 并展现自我肯定的拒绝态度 那我这一次很高兴国舰署 以及宽航渝教授可以邀请我们来 共同参与这个课程的开发 那刚开始在开发这个课程的时候 我们发现说只有10分钟短短的时间 要怎么样进行课程是非常困难的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是 团队大家合作之下分工合作 然后各个人负责他的一个单元的教材 然后我们在好几次的会议当中 我们就设计出来这一套课程 那每个人负责的部分都不一样 那像我负责的部分就是倡议的部分 第五单元 然后我们在这个部分就是 我们用最简单的方式 让孩子如何去学习倡议 然后将我们以学生为学习中情导向 然后用数量导向的教学 然后融入了我们的影片 动画影片 然后后面有四个漫画 然后最后面做一个倡议的学习单 那我们都用很简单的方式来让学生去学习 在短短的课程中 我除了了解到吸烟对身体的危害 要拒绝烟品的诱惑 也学到原来有同理心的向他人倡议借验的好处 十分充实 因为课程中有影片 有活动 还有课后学习单 让我更有动机学习 虽然教学时间很短 但透过影片 让我知道吸烟的很可怕 也更加了解如何远离烟害 和同理吸烟者的心 令我意向上课 烟害防治法 今年3月22号修整施行 除了全面禁止电子烟之类的烟品 并将禁止吸烟年龄提高至20岁 扩大禁烟室内外公共场所 国监署呼吁一起向烟收部 保护儿哨兆免于烟害 记者温宇郡台北报道 令人冲击的摄影照片在荧幕上播映 警示世人现代审美观可能束缚着每个人 还有可视化的情绪 让民众联想 这些颜色元素代表着什么样的心情 这是世行大学图文传播系 大一到大三的期末展 主题为代转 将课堂所学以多元媒材创作展出 我们作品的主题叫做窒息 然后我的作品里面是 在过去不同种族不同时期 都有自己的一套审美标准 像是过去欧洲有树摇 把女生的腰疏得很细很细 或者说中国的国小教 那些都是对大家身体的伤害 但这些都是为了服务大家对美的一套标准 但这些我们现在称为激情美的东西 现在何尝不是正在发生着 像是我们吃减肥药 我们节食 对身体不好的事情 是不是也是一种激情 像是我的作品 就是以国小教 然后长颈竹的童环 然后树摇去做发挥 然后大家都想成为像芭比一样完美 所以我们模特的脸就换成芭比的脸 然后我们去反思现在我们达到现在标准审美的美女 在未来会不会也是一种畸形 这是专题的名字叫This is my flow 然后flow有个意思是流动还有节奏意思 我们就是情感可以流动出节奏 然后节奏可以去共振出感受 所以我们想透过影像 然后动态制作还有平面设计 然后还有音乐 我们去用不同我们的专场 然后去制作出我们对于这个情绪的感受还有想法 因为这三个情绪好像是年轻人最常 会出现的情绪 就是烦躁就是现在很多年轻人 因为现在环境就是比较多了 然后比较烦躁会让 对然后我们就会想做烦躁 然后快乐也是 这个年轻时代会很常感受到的情绪 然后哀伤也是 然后我们这一组叫情绪交换所 然后我们的情绪交换所 然后我们的主题的发想就是 我们觉得就是走在同样的路上 或者说我们今天的天气是同样的 然后在同样的地点 我们每个人会因为自己喜欢的东西不同 或讨厌的东西不同 所以会有不一样的感受 或者说可能就是 对人特别的敏感的人 他可能在人群很多地方 跟对人群觉得没差的人 会有不一样的想法 所以我们想要透过就是这个专题 去呈现出这样子的想法 那这里就是比如说第一个人 他是就是像我刚刚说的可能对人比较敏感 那我可能就是会觉得人群会让我感到焦躁 但有些人会觉得没差 所以呢我就 所以没差的人可能是看这个地方就是很 一如往常就是没什么变化的 对 然后呢 如果是像我这种对人群比较敏感的人呢 他可能就是 就是我会觉得人很像一些沙丁牛这样子 所以我把这些人都换成了很多的鱼 然后拥挤在一起 那这个时候我们这一页的环境也会变得比较急躁 然后很急促 会让你感受到一种烦躁的情绪 对 那这个是我们的网页呈现的部分 那我们的整体呈现用一种就是像日记的方式去做 就是实体的部分我们有做就是 我们这些按钮的贴纸 然后还有一个日记是让大家做一种 互动式呈现的方式 就是来的人他可以写下他今天的心情 或者说他能今天的感受 那像昨天布展的时候呢 我们就有很多人写他对布展的想法 那有些人可能昨天还要考试 那他可能就会觉得还是有点烦躁 然后就会可以很好的呈现出我们今天 我们的这个主题 就是我们在同一天同一个 做同一件事情的时候也会有不一样的感受 学生透过品练设计 首绘3D动态和影像作品 展现对于自身未来走向全新的认知和见解 然后因为我们这次车展有大一大大大三 有各式各样的学生 有各式各样不同的主题 比如说他们有拍摄的啊 动画的啊 或是平面 然后我们想要借由LVS摄影棚 这个很好的环境 所以你可以看到背后 有一个很大的环心 然后还有天幕 然后我们用这些作品 然后放上这边 然后让学生们有这样的机会 放到这个舞台上面 让大家感受到觉得 诶 原来我的作品也有机会 就是这么大的被大家观赏 我觉得是一个四星的特色啦 然后四星就是有这么好的环境 让学生有比如说 从高中转换到大学 从大一转换到大二 大三转换到大四的一个过程 然后让大家有这样的机会 来做一次这个展览 因为这次我们的展览里面 它其实不只是一个年级 它其实是一二三年级一起展 所以从一年级的平面 跟创作的练习 到他们二年级练习 做识别设计 然后三年级他们的专题 然后配合后面的环境 这样子去做展出这样 就是一个比较完整的规划 我觉得它启发 我觉得很多 就像大一的时候 我觉得是像 邀老师的课是 自我探讨啊 或是计划像这些 我觉得这些是很心灵层面 然后比如说大二大三的时候 会慢慢接 接那个 食物方面的部分 就是比如说 我们要怎么利用这些设备 播放这些东西 然后 哪些技术 然后 让画面上的呈现更好 然后结合大一就是一些 美感上的训练 然后到 慢慢的大二开始有更多的实作 然后大三的时候 可以变成一个自主的主题 然后变成是从 从刚开始的发想 然后到制作 然后到最后的策展 我觉得它是一个更完整的训练 展览分成几个部分 从美感训练 自我发掘与探讨 到AI科技应用创作 还有环兴舞台播放专题 作品虚实交错 由网页互动 摄影作品多元呈现 令展览十分吸睛有趣 HPV是一种会导致细胞癌化的病毒 通常借由接触与性行为传染 依流行病学资料显示 不分性别 医生感染几率高达百分之八十 台大医院小额感染科医师 李比寅表示 预防HPV感染最有效的方式 就是接种疫苗 在青少年阶段接种 可达最佳的保护效果 对于HPV疫苗 预防子宫颈癌这件事 我大概有三个重要的主题要厘清 第一个就是HPV不只是引起子宫颈癌 它还会引起很多其他的疾病 那我们知道说生殖器有 我们俗称菜花 它就是HPV疫苗所引起来的 那HPV不只是跟子宫颈癌有关 它跟我们生殖密尿系统的癌症有关系 而且就知道说跟头颈部癌症有关系 所以这个是不只男生女生都会得到的癌症 那第二个是很多人以为说 HPV疫苗 它是性行为传染 我们只要节省之外就不会得到HPV 这是完全错误的 根据我们一般性的一个调查 不管男女 她在她的生殖器里面 都有一部分的比例会得有HPV感染的季下 而且在口水里面也有 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在我的行医过程 我当小儿科医师 我曾经看过两个新生儿 他在屁股展菜花 然后我们的医师就怀疑说 会不会被性虐待 但是那么小的小David怎么会被性虐待呢 那其实讲起来HPV它是会 它不会穿透皮肤感染 它一定是黏膜感染 或者是你破损了皮肤感染 那我们的小Baby 常常包尿布 它会有尿布疹 那边皮肤会透皮 然后那个家长在照顾 他换尿布的时候 说不定口水就涨到了 其实我们台湾的调查 十几%的男生 5-10%的女生 口水里面是有HPV的 台大医院耳鼻喉科医师陈振成表示 男性被感染HPV几率比女性高 鼓励男女性都需采取预防HPV感染措施 子宫颈癌其实之前 因为在子宫颈癌筛检 跟HPV疫苗的 已经都施打在女性很久的缘故 所以子宫颈癌的罹患病数 事实上是维持水平 或甚至是下降的 但是相对来讲 事实上男性是受到忽略的一群 所以尤其是跟 特別是跟病毒有关阳性的口烟癌 我们知道这个口烟癌主要是 特別是指在扁桃腺 因为扁桃腺事实上 它因为大体解剖的构造的关系 尤其是特别是乳毒病毒 特别容易在那边 长期慢性的感染 所以容易导致HPV 导致在那边的癌化 未便利学生就学期间在校接种 台北市将全面 于93所校园设占提供接种服务 接种前需经家长 与学生签署同意书后 经由医师进行健康评估 及协助疫苗接种 若因故无法在校接种者 可致台北市115家 特约医疗院所进行补接种 记者林奇慧台北报导 《快乐之道》舞蹈团 通过风多元共享空间 汉服五道工艺演出 并欢唱影集《黑水沟》 《传奇之震王赴台》 《震成功》主题曲等 更结合时事举办青年参政 有话说邀请青年世代 表达对社会现况的看法 希望通过活动提倡正向休闲 散播正能量 青春华天下父母新官海出境会 非常喜欢邀约不同的公益 慈善团体去串联 如何结合创意跟公益 去倡导民众从事正向休闲 那为什么这场活动叫做《众议百老会》 就是结合呢 透过青年呢 透过世代接轨的一个 爱秀爱现的青年 在舞台上呢 等于说是展现自我 展歌喉 得到一个成就感 自我实现 然后同时能够在上台呢 为社会发声 为民喉舌 表达你对社会的一些 愿景跟构想 或者是说你想要揭发什么不公不义 都可以跟民众做一个交流 等于说是一个青世代 跟一个我们热林族 做一个交流的一个舞台 我们快乐之道就是放入品格 对 没有去做不该做的事情 会你在生活上啊 你做对的事你就会快乐 对 很想要为我们这个社会 那我们国家 甚至我们这个星球 来做一点好事 其实这个都是正能量 对那我们到学校啊 到社区去啊 老师也都发现说 现在学校没有生活伦理 然后公民与道德 生下公民 少了道德 所以我们都很惊讶说 这个整个社会 真的是需要一个向上 向善的一个力量 活动第一阶段 安排歌唱百老会比赛 主办单位表示 本届吸引将近30位民众报名参加 第二阶段才艺选秀舞蹈表演 结合歌舞和服才艺秀提供爱秀爱线的 青年朋友们表演及发声的平台 台湾的社会呢 为什么会有一些社会问题存在 其实我会觉得是因为大家的心灵 有一些就是不开心 那要怎么散播正能量呢 那我们就要提倡正向休闲 那我们协会之前呢 不只办了歌唱比赛 街舞比赛 汉服舞蹈比赛 那我们这次结合就是 综艺百老会的情势 各式各样的歌舞秀 跟青年论坛加进去 还有额头的舞蹈 让他更完美的去呈现 这些公益团体如何透过正向休闲 带给大家一个正能量 然后同时传达就是 大家一起参与公益 号召更多的青年去透过自己的专才 自己的才艺去帮助别人 你总是站在舞台上表演 也等于说 除了是成就自我之外 也是在散播正能量做公益 然后从中追寻一个成就感 然后号召更多的青年人呢 一起禅整 活动中还安排 新北市女子美容商业同业公会 为民众提供意见服务 主办单位希望透过活动 号召民众从事正向休闲 勇敢追梦展现自我 并推动社会福利 促进世代和谐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机房及非法基上和经销商 强力查清 据查获778台非法基上 涉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和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重可除两年以下 徒刑和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拥持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和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现代人压力大容易让精神疾病找上门 加上社会上人存在对精神疾病的污名化 让患者承受更大的压力 但其实借由职能治疗师、社工、护理师及心理师等专业照护 可以协助症状稳定的病友增进独立生活功能、社会功能以及职业功能 进而在社区中自立生活 那我们为了让这些精神病友能够及早进入社会、社区生活自立自主的情况之下 除了家属以及同侪的协助之外 其实我们有设置精神附建机构 精神附建机构在社区中是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它能够协助他们病友在不管是生活功能、社会功能以及职业功能的部分的重建 有很大的一些陪伴以及协助 因为在精神附建机构里面其实都聘有一些职能治疗师、心理师、护理师以及社工 透过这些专业的人员 协助他们在不管是能力以及自信心的建立上是有很大的帮助 那我们的工作坊主要是给予一些可能我们觉得有一些附建潜能的慢性精神的病友 那可以来这边做一些日常生活的安排 或者是职能治疗 那我们也有透过不一样的专业 比如说像护理师 然后隐床心理师 那还有一些我们的比较专业的人员、专管人员 那我们会协助一些慢性的精神 并有协助他们走在护原的这条路上 那我们同时呢 也会 我们长期以来有跟卫生局有做一些合作 那我们也会带领学员们去参加一些运动会 比如说青鸟杯、凤凰杯 甚至说有一些抗富自由的协会 我们也会尽量的去参加 让学员可以更多的机会去接触一下社会 那让他可以在帮回社区的路上中发现 不是只有他自己要护原 其实有很多人帮助他这样子 联合医院心湖职能工作方主要服务对象是精神疾病患者 学员郑先生19岁那年 罹患精神疾病放弃了原本的人生目标 七年前进到新湖方 在复健治疗中接触琉璃化 对艺术产生兴趣 病情也获得改善 19岁的时候因为过不了那个情观 然后罹患了精神疾病 然后因为那时候服药 在那个副作用很强大的状况下 在22岁完成了113公里的田三项 半成田三项以后就放弃了 那个动向 然后其实精神疾病意思是我们找工作 一个难以其次的问题这样 然后那时候其实因为由于服药的副作用 就身材常常走样 然后眼神呆滞 然后缓慢的思考 就这样子在黑暗中度过了大概10年 中间也反反铺路经历了大概六七次的住院这样 然后直到2015年就是大概七七八年前 那时候就是在回诊的路上遇到就是当时一起住院的病友 他父母要带他参观 心灵不知能工作坊 那时候就碰巧遇到我 然后就介绍我一起过来这样 那时候就是有运化石友林博训导师知道 他那时候跟我分享一句话就是 如果找不到生活的重心 就是琉璃画是一个复健活动是由林博训导师 指导师有回收的玻璃品打磨染色而成 然后我先分享这一幅画好了 这幅画就是暗夜幻术师 其实我在这个复健历程感受到就是说 其实回忆就是一开始是有情感受 后来我发觉就是其实只要那个思念的心没有断线的话 其实这个思念这个爱就会一直延续 然后在此有个理念想要分享就是 过去是由过去的过去所形成 已经无法改变 但是我们现在的行为 在未来讲是回忆对不对 所以从现在开始制造美好的回忆吧 在未来不经意的想起现在满是美好 而且回忆不只能回忆一次可以回处 回忆无数次也是另外一个形式的永恒 然后这幅画就是我在第一次参加凤凰杯运动会的时候 那时候因为因为在附近的地层上 就是一个人是孤独的人 但是我很有荣幸加入了心无坊这个大家庭 因为大家一起鼓励就不像就不再感到孤独 然后也因为那个复原的那个福建的运动会 那时候我感觉就是生命有一个就是 那时候我记得是在预赛的一百公尺的那个预赛中 就是忽然想起为我加油的欢呼声这样 那时候我感到就是说这生命活得很值得 就是感觉有活过就是 也希望能借由政府画作来将这个感觉分享给大家 外申局呼吁慢性精神病友 除了亲友及同才的关怀陪伴 也需要更完善的社区支持 期待社会更多的接纳包容与关怀 伤害者迈向复原之路 记者李奇慧台北报导 壮元狼刘建平被封为湖广暗茶室 得知自己未来大舅盐白居犯下杀人罪行 设宴劝导却被推入湖中 心中满是懊悔 决定甘冒取判欺君罪名 再次升堂审判 我希望能够解释阿贵家 想到一定能变分到的 取判季被收入为歌仔戏的教科戏 32年前演出时獲得热烈回响 由国家文艺奖得主唐美云 与人间国宝小咪老師 饰演两大要角 如今重新搬上舞台 上半场由小咪饰演岩白居 下半场由唐美云饰演刘建平 手把手将角色精华 传承给中青代演员 这个是当时的经典好戏 而且在当时呢 其实很少有剧团在演出观场戏 所以以河路而言呢 他们其实当时最擅长的就是观场戏 所以当时推出的时候 非常非常轰动 事隔这么久了 其实这齣戏 虽然没有人后续在演出 可是呢 其实它的传承没有停止过 就是比如说有在学校当成教材 再传给学生 教学生 那再来就是在今年这个特别的时刻 因为我们剧团呢 其实每一年都推出新戏 而且每一年的故事都是原创故事 那对于我们而言呢 我们还有在做传承 我们希望可以让更多年轻人 他们可以参与演到以前的经典好戏 所以呢 我们就觉得驱叛季是一出很好的题材 很适合他们来传承这出戏 所以呢 特别感谢米姐 她这次跟我我们两个人一起联手 就是我们各自演不同的角色 然后来带着这些优秀的年轻人 其实米姐在上次的原版的驱叛季呢 三十多年前 她演的是渔夫 她演的是这个角色 然后后来呢 米姐也有演过我这个角色 那这次呢 她更是很大的挑战 她演的是一个 大坏人 对 也不是大坏人 就看似反派 可是其实就是很有人性 跟着个性走的角色 所以对米姐而言 又是一个新的挑战 呃 期待更多观众朋友们 可以走进去唱 来感受驱叛季当年的魅力 为什么那么样的轰动 那经过这么久了 我们再度重置这出戏呢 为了符合现代观众看戏的习惯 我们其实有把她脚步加快了 就是让她更精彩更精凑 对 所以看过的观众朋友 既会有熟悉感 又会觉得很新鲜 那这回三十多年还在演 我觉得很有挑战性 很有内心的那个挑战 真的说明的就是坏人就对了 不过很有细分 很重 责任很大 要传承给下一辈的学生 支持我们的责任 毕竟是老师也比较生 都是要怎么放 怎么放 工夫要放给他们 这样就传承 曲叛季由唐美云歌仔戏团 五代演员共同演出 唐美云老师表示 创新不易 但演出经典压力更大 除了在现代剧场技术 与神光科技的辅助下 为观众带来全新的关系体验 更希望透过演出经典剧目 让演员们挑战自我 挑战性很大 那刚刚老师有讲到 这是以前就是在学校的题材 对 所以这不只是 单单是老生的一个 磨练老生的所有的 唱腔或身段的一出好戏 老师教了我很多一些 坏人要有的情绪 然后因为又是被宠坏的孩子 所以呢又 内心也是满煎熬的 其实他也没有到非常坏 只是不想做错事 对 因为唱了演出 就是他是没当过坏人 然后我是没生过小孩 对 然后要饰演一个 很宠爱就是小孩的母亲 然后他做错事了 其实我们私底下 已经帮他暗卡了很多事情 但是因为这一出戏 就是里面刚好有 讲到老师的角色 就是自己的亲人之间 然后就是已经是 做了很霉天良的事情 对 所以不得不就是放手 那因为老师说是 就是传统戏 所以里面有很多传统的唱段 就是也是老师说给我们的压力 就是要把传统调 要唱好 内心很多的感动 不行 这样讲 就是其实老师在学校教我们的时候 就是也是手把手带着我们 可是那时候我们很年轻 那现在当然经过了一些人生的历练嘛 比較不一样 再一次老师又手把手带我们 那个意义对我来说很重大 真的 所以很感恩老师 不管是创新或传统 一直以来都带着我们 他从来没有 其实我也说看老师们演戏 因为年轻人很容易突然就放弃 可是我常常看老师们的背影 我觉得我们遇到的很多事情不算什么 真的 所以就会一直很想跟着老师的脚步 一直往前走 然后也很谢谢老师 给我们这样的机会 让我们可以再展现传统戏曲 不只只有创新的 然后传统的部分其实是 真的很模细 越是经典 越是传统 越是困难 我等于是打掉重练 虽然说我们以前都学过 大概都熟悉 可是真的精髓这种东西 在老师的身上 我们才能一点一点的挖出来 取救人心 叛骨渐精 取叛季将于12月1号到12月3号 一连三天在城市舞台演出 邀请戏迷们一同感受老戏传承 历久迷心的眷有风采 记者李奇惠台北报道 搅拌塔皮制料 分割冰上整天 再压磨成型 接着送进烘烤箱 另一部分将烤过的夏威夷豆 经过筛选拌糖 塞到塔皮 塞好塞满 二次烘烤才完成坚果塔 每一个都能吃到超过10颗夏威夷豆 料多但少油少糖无负担 师傅现在在做的这个是挑豆 就是烘烤完之后呢 我们进行二次挑豆 那师傅会把比较味道 风味没有那么好的 那个豆子给挑出来 那这个豆子呢 它并不是有油耗味 而是吃起来它会带一点酸酸 它偏苦的这个味道 那因为我们家做的是 比较少油少糖的一个 坚果塔风味 所以它如果让客人吃到酸 它的风味就没有那么好 所以我们会把它剔除掉 这样子 我们家的口感呢 比较特殊的是 它一入口的 因为我们家是自己做的塔皮 所以呢 它你可以吃得到发酵奶油 它原本很好的一个风味之外呢 你也可以吃得到它豆子 该有的那个香气 然后也不会过硬这样子 小姐我要想推荐您这个 下味稂豆前挺饱 它是用伊朗的野葡做的 非常好吃喔 请尝尝看看 喔好喔 豆子很大颗耶 真的 我们这是用4亞萝衹的 下味稂豆去做的 好好吃耶 好吃对不对 好吃 一吃就知道食材的好 老板店内招牌经过它 可是获得不少奖项 另外还有南枣核桃糕 文山包种茶Q饼 手工饼干也都是各项比赛的佼佼者 那我们的特色是 我们是使用发酵奶油 跟以大部分的海藻糖来取代砂糖 制作的一个坚果塔 那吃起来的塔皮酥乎香脆 另外我们在煮焦糖的时候 没有把糖浆过度的焦糖化 可以让这整个坚果塔吃起来 可以吃得到发酵奶油的香气 跟豆子原本的香气 那另外一个我们的招牌 是我们的一个大蒜黑胡椒口味的 一个夏威夷坚果塔 那这个是我们每年三月的时候 都会到云林去跟那个大蒜农 去买那个新鲜的大蒜 然后再把它冷冻起来 冷冻储存起来 因为那个时候的大蒜 它的香气跟辣度是比较足的 那我们这个原味夏威夷坚果塔 在2022年也拿到了 台湾高饼高饼工会举办的一个 一个比赛 那拿到了金子奖的一个肯定 那我们这个南枣核桃糕里面呢 展现满满的诚意 非常非常多的核桃在里面 那这也是我们用那个纯枣泥浆 跟枣泥馅去师傅去炒制的 它光是炒一锅糖 就大概要炒一个多小时 所以是真的是慢工出细火 那这个南枣核桃糕呢 它吃起来风味呢 略带点微酸 那可以吃得到核桃的一个香气 跟口感在里面 那这个也是我们在2023年 拿到台湾百大高饼办手里的金子奖 也是非常热效的一个品项 茶Q饼 我们结合了那个文山的那个包总茶 跟那个国产红豆馅 跟那个树香松 那这款饼呢 也在今年呢 我们拿到那个农粮署举办的红豆竞赛 拿到了全国季军这个奖项 那它吃起来的饼皮会带有点那个文山包总茶的香气 那这款是素食者也能够吃的一个产品 点心不仅好吃 中于天然 且包装也十分亮眼 常有老顾客送礼 明月都指定他们家 走进店面也可以感受到品牌的用心 那我们家的煎锅塔呢 有非常多的客人喜欢 特别深受是那个上班 上班族的OL 或者是说 你出国呢 要送给客人 可是不知道送什么呢 他们就会特地来我们店 带这个煎锅塔 去送给国外的客户 那都获得一致的好评 那另外呢 我们在过年过节的时候呢 也蛮多客人喜欢送我们家的煎锅塔 当做他们的一个年节伴手礼 那红豆麻糬奶油饼呢 它是使用那个巴斯克蛋糕的一个做法 然后呢 里面一样是包着那个国产红豆馅 跟麻糬还有芝麻在里面 这一款呢 不管是长辈或者是小孩呢 都是非常喜欢的一款甜点 果香奶油饼 那它的一个美味的关键就在于 这个果馅呢 是我们师傅自己熬煮的 那我们使用了大量的苹果跟凤梨 还有百香果 还有柠檬跟橙皮在里面 所以你吃到的时候呢 会吃得到苹果的一个果馅 还有那个比较特别的是 会有百香果的籽子在里面 那口感也蛮特殊的 那喜欢酸酸甜甜的那个女性朋友呢 她特别喜欢这一款果香奶油饼 师傅讲究选料与工法 从塔皮到馅料 严顺食材精心制作 建国塔口感酥脆极佳 一口咬下甜而不腻 每一口都是满足 记者问郡台北报道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盒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徒刑和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拥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盒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盒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盒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从现场的气氛可以发现 社区以办喜事的心情来迎接流明传隧道的重新开放 很多人都说等好久了 活动现场贵宾云集 除了副市长邱佩玲 文化局长江廷梅 议会方面由议长佟子伟率领 包括前议长宋伟丽跟多位市议员都到场共同来见证祝贺 这个设定古迹流明传隧道是台湾第一条的现代化铁路隧道 也是全国仅存的清朝时期的铁路遗址 现场也特别安排书法大师现场辉豪 旷雨天开来纪念这个重要时刻 今天是佳人里在办喜事 因为流明传隧道有135年的时间了 它是由清朝到日记时代到民国时代 那这个隧道有经过一直在维修 总算告一段落了 这是碍于交通的不方便 所以现在只有开放 礼拜六礼拜天有导览要预约 那最多30个人最少10个人 希望兼顾生态的保育 还可以看到基隆的历史文化的美 再一次我真的就在这里 当我看到背后这么美的东西 可以在台湾呈现 还有历史文化的故事 再看到在座的每一位 因为你们是催生者 亦会是亦算的通过者 也谢谢文化局这么辛苦把它完成 当然更谢谢后面的团队们 这个隧道我们真的是期待又期待 当初也因为一些工法上的问题 所以我们的开放日期 一而再而再而三的一直在往后演 那一直希望好难得的一个 这么一个宝贵的一个古迹 希望能够呈现到最完美的一面 未来如果可以的话 因为后面军方的土地 甚至可以打通到英哥里 那个美猪阿姨 英哥里里长在这边 可以打通到英哥里 如果可以把这边跟英哥里的廊道串起来 甚至可以直接串到巴肚 巴中巴西里那边去 目前它是台湾仅存的 清朝时代的隧道 那我是希望说中央人重视 这个古迹 那看能不能补助家人里 在家人里的周边再建设一些 让游客来的时候 可以半天的时间花在家人里 这样才有前景 我们的家人里的王贵梅王里长 跟我们安乐区公所 其实也非常用心 因为这个刘民船隧道 一旦开放以后 我们希望可以延伸它的观光价值 所以也有研究了我们这一条 就是整个家人里 崇德路等等这个山的步道 要来怎么样来规划 我们安乐区的崇德路 以前就是清朝铁道路线 这可以是我们 说是我们城市非常珍贵的文理 还有记忆 应该让更多的人来了解 刘民船隧道旁的登山步道 也可以直接攻上我们的石球岭炮台 最完整的俯瞰我们基隆港 山海城的一个景致 所以我们将刘民船隧道 与石球岭炮台 如果两者串联 让基隆的战争史 交通史 城市发展的历史 也可以更加立体 据了解试定古迹流民船隧道 当时在公共安全的考量下 98年起封闭隧道 文化局在108年 进行古迹修复工程 111年 接续进行光环境 以及入口意向的形塑计划 终于在今天重新开放 未来采预约导览方式参观 目前服务时间是星期六星期天 而预约导览的表单 可到基隆市文化局网站下载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 放学了 基隆市东方国小学生 陆续走出校门 不过学校前这条东信路 二三六项 却因为路幅不宽 没有设置人行道 加上下坡路段 来往车辆不少 国小学童常年雨车争到 让家长相当忧心 因为其实巷子确实它就这么大 然后呢 我们也要顾及居民的这个 他们的 他们需要停机车啊 停什么 可是机车一停呢 那这个巷道就更小了 那在于我们在接送 或者是小孩子自己步行上学的时候 确实造成了很大的危险 为什么 因为车子一来他们就要赶快躲 车子一来他们就要赶快躲 那所以这一个说 这个是长期困扰了我们很久 对此金融市政府向中央 争取经费补助 规划新设两米宽人行道 内政部长林又昌 也特别到现场了解 整个工程规划 希望透过落实人车分流 改善校门口空间 让小朋友上下雪 能有更舒适安全的行走环境 今天特别来视察 是要宣布一个好消息 也就是中央已经核定了 这个光国小 东兴路236项 通学步道的一个改善的计划 那总核定金额是1911万元 那中央补助82% 大概是1500多万元 我们希望一次把这个通学的一个环境 还有我们在地居民的一个 行走的一个环境 把它进行人车的一个分道 那另外也进行校门口 周边环境的一个改善 那我们当地的民众 在接这个小朋友上下雪的时候 能够有一个更加舒服 然后更安全的一个环境 市议员陈宜 何淑平 陈君佐 韩世玉 郑文庭 及当地东信里里长赖佩奇 都出席关系 并提供相关建议 这项通学廊道改善工程 总经费1911万元 中央补助1567万 预定113年9月底完工 我们这个236项 它路幅比较窄 所以小朋友在上放学的时候 常常都是跟车一起在 那个狭窄的路面上 那我们长久来看真的是替学生安全 非常的担心 那我们谢谢市府的指导 谢谢内政部的支持 提供我们这样一个计划 让我们可以做通学步道 然后也顺道也改善了 我们校门口也比较窄小 然后家长接送的这个困扰 我们希望都一次拓宽 让家长更便利 也让小孩子更安全 新丰新父 加油 刘友昌随后到新丰街了解 相关改善计划 根据金融市政府的规划 将针对新丰街沿线 七个节点 透过标线型人行道 入口后置 及无障碍设施等方式 改善串联人行空间 希望在113年底完成 对此市议员张浩瀚 许瑞池 郑文婷 及当地新副里里长庄梓豪 与新丰里里长丁丽娜 也出席提出多项的建议 牛昌则呼吁金融市政府 应该将新丰街停车需求 及替代道路纳路 做整体规划评估 才能缓解车流交通压力 让民众实质感受通行环境 有所改善 新丰街最大的一个问题 还是在交通 还有这个停车的问题 那当然也产生了 人本人行环境 不佳的一个课题 那我们现在这个计划 其实是处理 行人环境的这个部分 不过我们还是非常诚恳的建议市政府 旁边的一个周边的疏导的一个道路 替代道路 还有包括停车的一个空间 其实在之前都已经有过规划 那希望能够一起配套的来做一个思考 那我们这一次的一个计划 其实补助的一个范围 比以前都放宽 包括这个电线电缆电感的一个下地 或者是包括前面几个大型的一个社区 社区的一个土地 如果同意书可以牵出来的话 也可以把它纳入我们这个人本环境的改善的一个范围里面 让它更为串联 那另外这个材质也可以做一些改善 比较不会湿滑 造成这个行人的一个滑倒 也可以让整个通行环境 把它连成一体 这个都是这一次计划里面 跟过去最不一样的地方 牛昌强调 为了提供民众友善行走空间 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已经提出 永续提升人行安全计划 从明年113年起到116年 四年期间共编列400亿元 补助各县市政府完善路口及校园周边道路相应工程 呼吁县市政府多加争取利用 立法院的预算已经通过四年400亿 的整个人本环境 这个通学环境的一个改善的计划 所以一年是有100亿的一个经费 那在过去相关的一个经费比较不足 大家都是有多少钱做多少事情 头痛一头脚痛一脚 但现在中央的政策并不是这样子 我们希望是能够做整体的一个规划 那把整个通学环境一次把它做好 所以经费不是问题 只要地方能够提出整体完善的一个规划 现在经费是充足的 所以也希望各地方政府多多的提出来 中央会全力来协助 以基隆市来说 112年中央已经核定18案 总金额3亿4307万元 由中央补助2亿8128万元 牛昌也希望金融市政府团队加速推动 提供市民更完善安全的人型通学环境 记者张启腾金融报道 东方国小景陵社区的道路 车辆进出全靠这条东信路236向 学生上下课经常以车针道 这条巷子不到3到4米的宽度而已 又是双向车道 人车要相征 再加上上下学的时候 小朋友又大人来接送是要并行 这样子走真的是很危险 一个人一个人单侧走都已经很危险了 何况是在接送小朋友的时候那是更危险的 长期以来小朋友上学的时候都会跟车子走在一起 那就算是在通学时间我们有就是做单向 但是还是车流还是很多 中央补助地方改善校园周边 及行车安全道路改善 东方国小将规划通学上 将利用挡土墙间的绿带设置战道系统 这项工程总计划1900多万元 中央补助1500万元 预计113年9月完工 未来将落实人车分道 市议员韩世玉关心未来工程规划 特别邀请公务处当地理长校方会刊 希望能够让同学步道做得更尽善尽美 那这个地方呢其实呢长期以来 那都呢这个缺乏所谓的这个小朋友的同学步道 那呢市议呢非常感谢我们在地的 我们的赖理长 那以及呢还有我们的居民 那以及呢我们这个东兴国小的我们校长 那还有呢我们主任 那大家呢共同的努力之下呢 那现在呢我们呢共同来争取 一个小朋友的同学步道 那大家可以看到呢市域的后方呢 其实呢每一年呢都要维护这些杂草 所以呢这些杂草呢未来呢 可能就变成是一个历史的痕迹 也是历史的记忆 那因为呢这些杂草都会变成是 人形步道 那人形步道的话 未来小朋友通学也更安全 在我们看过很多座的这个楼梯 大部分都是可能有一个迷信吧 阶梯好像有一个数字上的一个急速或什么 但是我希望大家要平均去设计这个阶梯的高度 最后如果不行的话要把它铲平 因为呢通常在最后一格 他们就会不够的话就会拉高 拉高的时候大家往往就 因为已经习惯性走那个高度 最后那一格他不小心就会踩空 真的很容易跌倒的 所以希望呢我们的设计师在这一点呢 他帮我们注意一下 在很多我们就是社区的关心之下 争取到这个通学步道 也谢谢市长 非常就是关怀我们小朋友的行路安全 那这个通学步道将来也是会跟社区一起共享 我们希望说在结合注意到无障碍空间 到行走的安全部分 也让孩子更便利 也让社区更便利 这边谢谢所有的支持学校的长官们 市议员韩世玉除了感谢中央金融市政府 大力支持 也期待工程能够顺利进行 让未来学童上下学更安全 记者黄绍铭金融报道 包括代表金融市长谢国良出席的 金融市副市长邱佩玲 金融市卫生局长张贤正 新北市卫生局长陈润秋 以及石药署北区管理中心副主任林旭阳等人 一起出席这场食品安全论坛 这是基隆市政府为了提升 基隆市食品卫生安全品质 以及市民朋友对政府把关食品安全的信心 特地由基隆市卫生局在长龙桂冠酒店 举办食品安全论坛 透过跨局处以及产观学界专家和业者 以及学校共同的交流及探导 希望可以整体提升基隆市餐饮食品安全 缔造干净卫生安全的餐饮环境 特别是学校营养午餐的品质 市长对食安是非常非常的重视跟关心 大家都知道基隆前阵子有一些食安的事件 为了这个市长特别责承我们的卫生局 还有我们的教育处 包括每天早上清晨一大早 就是看早餐怎么做午餐怎么做 还有还到了新北区学习跟观摩 在市议会我们也通过了午餐制止条例 市长对这个重视 局长每天都会接到他的电话在那个时间 还有教育处非常的用心 所以今天才有这样的产观学合在一起的论坛 那我们都知道 现在有很多讯息的充斥是 各式各样可能用一个名人来告诉你说 吃什么最好用什么最帮助最大 事实上怎么样让网络的讯息有真实呈现 还是真的告诉民众 也是今天我们需要讨论而告诉大家的 那刚才那个丘布市长说 那个市长每天打电话给我们 这样听起来好像说每天打一次电话给我们 可是实际上不是 是几乎每个小时每分钟都跟我们来到教育处的同仁 然后每天都带跨局处的同仁 到每一个有制色厨房的学校去看 那一开始当然是希望说做得好不好 但是其实也在那个过程中 市长带着团队去了解每一个学校在这个过程中 怎么样可以做得好或有什么样的困难 然后一个一个去解决 这个是我刚才跟副市长 我们一样都表达很感动 实际上在这件事情做得非常的用心跟用力 然后所以那个就算每天或者是每个小时接电话 都不是一个压力 因为他就是看着这件事情越来越好这样 被出席的还有国立海洋大学食品科学系副教授 逐间餐饮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联华食品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社团法人台湾食品安全管理协会等代表 以及基隆市政府教育处卫生局惨发处 和基隆市二十间学校的代表 和临近的台北市新北市以及宜兰县卫生局等伙伴 一起参加这场论坛 集思广义共同探讨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家新闻的脸书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一样化碳 短时间就会让人头晕想吐甚至意识不清 想保命跟我这样做 一 热水器迁移至屋外 二 更换成强制排气室热水器 三 敢用电热水器 那后奖祝福您 洗澡通风保安康 一 热水器远制排气室热水器连绿热水器连续为